精品名牌包 高架手錶和貴重手勢 鞋子 擺滿整張桌子 這些都是嫌犯一個人投來的東西 而地點還是在人來人往的南韓仁川機場 41歲的嫌犯是航空公司的承包商人員 負責在仁川機場第一和二航下裝卸行李 通常為6人一組 但他會趁同事休息或假好心主動做盤點時 打開乘客行李偷竊 將近兩年期間得手兩百多次 總計金額高達三億七千三百萬韓幣 約為916萬台幣 主要針對商務艙旅客下手 有些行李沒上鎖 獲者密碼設為0000和1111 就成為他的目標 三月份開始收到十幾次報案 應而展開追查 終於在11月4號將嫌犯緊急逮捕 雖然他公稱變賣用是拿來當生活費 但警方將持續追查是否還有共犯 三立新聞 雙方報導